嗨 然後 我今天想說的是 我現在在我自己的房間啦 然後我今天用一點小化妝 所以有可能我跟之前的影片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然後我今天想說的是 破壞性的批評 然後我覺得我們都 太常把批評 當作是一種 改掉壞毛病 改掉別人 毛病的一個方法 好像當X說說是Y就要用批評的方式 來讓X改過 我覺得 我覺得是 嗯 這種方法是 沒有錯啦 只是 你實施的方法 對了嗎 當Y批評的是 X的行為 X有可能 會有比較大的可能 會把Y的話踢進去 然後成功的認識到 自己的錯在哪裡 但是 當Y批評的是 X的人格 品性的話 Y就是在攻擊X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然後 然後 這會 使X逐漸的沒有信心 然後 傷害了 最後傷害的就只是他的自尊 嗯 就好比 遲到 遲到的話 就在 就是如果 嗯 X遲到了 然後Y就 斥責 那個 X說 你怎麼這麼愛遲到啊 浪費別人的時間 你真的很不尊重他人耶 你就是一個很不熟實又不熟實用的人 在 就是 當Y說這句話 它就是在攻擊X的人格 X就只是遲到 可是 Y的一句話 就把它 徹徹底底的變成一個 就是把它 徹底底的變成了一個 不熟實 不熟實用的人 也許 X就只是那一次遲到 也許 X 平時上學的時候 交功課的時候 都是一個很準時的人 他從來不遲交功課 也許 X 對於承諾 是一個說話算話 算 說話算話的一個人 但是 就是 是指因為 Y的這一句話 在X的腦海中 就留下了一個信息 對 一個這樣的信息啦 就是 對Y來說 我就是一個 不熟實的一個人 這樣的信息 會 留在一個人的潛意識裡面 尤其 如果你的對象 是一個小孩子 然後 這樣就是其實 對他們的成長發展 是 有負面的影響的 下一次 當X 遇見Y的時候 他會想起 就是不自 就是 想起Y說過的 說過的這一句 那句話 然後在Y的面前 X會 就是變得比較沒有自信 然後 也可能 甚至可能會 不懂得怎麼面對這個人 另一方面 如果 剛才那個情況是說 如果 X 把X 就是 take it seriously 把他的話 take it really seriously 不過 如果 如果 X 另外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 是X 可能X是一個 有判例心理的人 他 這種人就會找 一大堆的理由 一大堆的理由 好像如果 我就是遲到 一下子啊 我就這麼一次遲到 然後等一下會死嗎 又不會 少快肉 為什麼要生氣 這是不可理 等等 來掩飾自己的錯 這一種 在這種情況下 Y的批評 一點都無法幫助到 Y認識到自己的錯在哪裡 因為他就一直在藉口 找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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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其實我覺得 有叛逆心理的人 還有一點點有藥 就是有一點點 就還有 還算是有藥可救啦 嗯 至少這樣 至少這樣的人 還有 還剩一點點 還有一點自尊心 還了解到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當 Y 傷害了 X的自尊心 I mean X Y 傷害了 X的自尊心 所以 X 就要當 找藉口 來 像 盾 擋著 嗯 就好像 有人要殺你 就是 只要你手上 只要你手上 能抓到的東西 你都會拿來防身 比如說你拿到瓶子啊 你拿到刀 你都會 拿它來防身 嗯 Y找藉口 也是一樣這樣的道理 所以 在這種 在這種 scenario 這種情況 嗯 X 是完全 不會管 Y 批評的 Y說的是否有道理 它就是馬上就是 轉到那個 MOD 就是轉到那個MOD 就是說我要防身 我不管你說什麼 我就是要防身 你 嗯 另就是 然後 當 如果 當 X 就是 X放棄了一切的對抗 一切的就是放棄了防身 嗯 這就證明 X的自尊心還有 自我 自尊心已經傷透了 自我意識已經都 完全被瓦解了 越敏感的人 越脆弱的人 受到的傷害會越 被 會受 受到傷害會越神 這樣的人 嗯 會開始想啦 嗯 比如說 反正我在你眼裡 我就是一個 不守信用的人 那啊 我就是這樣的人啊 我再多說 我多說什麼也沒有用 那你就繼續這樣認為 我也 嗯 就是 放棄了一切 失去了自尊 無法了解自我價值的人 是很難 再用任何方式 尤其是言語的方式 來矯正他自己錯誤的行為 傷害就已經造成了 所以 所以 就這樣 嗯 就是一些 某一些人 一些人 我不管他是有心還是無心的 就是 把別人的自尊心 破壞掉了 然後 然後還會怨天尤人的說 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以前都不是這樣的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這一些批 就是批評人 就是 批評人的人 到底在 到底在想什麼啦 就是 我從小是被身邊 的人 批評到大 然後也 被說過很難聽的話 比如說 我 一點都不 我 比我的 妹妹 半 只會死讀書 然後 看看 有可能會跟朋友 又有可能會跟朋友比較 你看看那個 Z多麼的東西啊 跟你比起來真是一個天一個地 然後 有時候還會被說 這麼簡單的東西你都不會說 你到底還有什麼用 你跟我講 你到底還有什麼用 到底還有什麼用 等等啊 所以我很了解當X的心情 不過 幸好 我是有一點點叛逆心理的人 所以 I don't really take it that I mean I take it seriously but I don't I don't get hurt I mean I get hurt in a way but 就是 我會想我不要被 這個人看死看變 我一定要 就是我不服 他們說我 比較笨 我什麼東西都不會做 然後 對啊 所以 我一定 一定要證明 他們錯了 他們說的是錯的 我一 所以 嗯 其實 所以 所以 我 我 沒有 沒有 就是 我不會 我就是還沒有放棄防身 就是我沒有到那個 放棄防身的 防身的那個地步 不過我覺得 不過不是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人 內心都是 堅強 就有一些人的 就 有可能會比較脆弱 所以 如果 嗯 如果你發現你身邊的人 因為你們的批評 而改變 就是改變了 那我希望這是一個警告啦 就是 要多 就多注意你們自己的言行 還有 再說 再批評別人 多注意你們自己的言辭 還有你們的態度 嗯 嗯 批評 批評人的時候 要針對 不可以針對人 要針對他們的心 對 針對那個事 針對那個行為 就你不可以批評 就是他 如果他遲到 你可以批評他遲到的行為 就好像 你為什麼要 就是 不可以早點起 就是你不可以早點起來 就批評他的行為 而不是批評他是一個不守信用的人 就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強 然後 如果你 是常被這樣批評 就是 批評 被批評人 你做錯事的時候是被批評人格 而不是批評你的行為的人 like just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ly 然後試著去反省 你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事 你自己的行為到底是什麼 才會導致 別人 就是這樣說你啦 嗯 然後 你當你反省了後 當然就要改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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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然後 就這樣 拜拜 嗯 嗯 沒有啦 就是 對啊 我想說的 就只是這些 嗯 嗯 嗯 呵呵 OK 有點尷尬 所以 就先這樣 拜拜 嗯 如果明天我還有話想說的話 那就明天見 要不然就 可能這個星期還會再見多一次吧 拜拜